全球百大美女榜竟然被韩国艺人突爆 Lisa登顶第一 可是迪丽热巴为何只有58名 太离谱了 来看看美女榜都有哪些艺人入围 欧美市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审美观 国内女艺人中到底什么样的才会受喜欢 哈喽宝宝们又见面了 接近年末尾声 美国的电影评论网站TC Candler 每年一度的全球100张最美面孔名单 也终于被公布了出来 这张榜单一如既往的草点满满 最让我们关心的是亚洲艺人的上榜情况 完颜团Blackpink 四位成员集体亮相 Lisa直接登顶风王 其他韩国艺人们的表现都非常优异 多达16人入围 名次上也遥遥领先 而国内艺人竟然仅5人上榜 排名最好的宋宇琪第22名 公认的大美女热巴和纳扎 只能排到58和70 这份榜单的排名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Lisa和热巴 为什么一个第一名 一个第58名 针对这个结果 很多网友都非常不认可 认为所谓的全球百大面孔 不过就是个野宝 并没有什么含金量 Lisa甚至在组合内都不是颜值担当 将其排在第一的位置 未免有些太搞笑了些 而且热巴的颜值绝对是大美女级别的 甚至与Lisa一样 都是明艳可爱型的长相 排名结果怎么相差可能这么大 甚至有网友直接不会的表示 榜单是闭着眼排出来的吧 确实 对比热巴和Lisa的造型 可以发现两个人美得不相伯仲 作为这两年最火的韩国女团 Blackpink的dancer Lisa一出道 就用极强的业务能力 圈奋无数 今年的solo和合作曲 也都拿出了很好的成绩 除了极强的业务能力 我们亚洲人的面部趋向于扁平 但是Lisa的面部非常立体 在韩国娱乐圈中 是非常少见的混血风格美女 而且她的继父又是欧洲人 所以很多人都误以为Lisa是混血儿 其实从基因层面来讲 她是纯粹的泰国人 Lisa是标准的圆脸 面部线条饱满流畅 十足的娃娃脸 从五官上看 Lisa眼窝落差大 拥有搭带的眼睛 和平行的双眼皮 既有欧美人的大五官 又具有东方人的轮廓线条 这种温血感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她的长相可爱有性感 笑起来甜美可爱 不笑的时候又很郁 结合她的大眼还有偏厚的嘴唇 很有甜辣小眼毛的感觉 虽然Lisa的眼已经很绝了 但Lisa的身材更绝 身材比例堪称完美 标准直角尖让她成为衣服架子 优越的骨骼比例 是Lisa即便这么瘦 跳舞还能进线S曲线的关键 另外Lisa虽然瘦 却不是纸片人 人家还有肌肉 跳起舞来漂亮的肌肉线条 配合身材曲线 简直了完美两个字 小编我都说腻了 而迪雷热巴也具有相似的混血感 巴巴是生在新疆维吾尔族美女 五官长相辨识度非常高 大大的眼睛 长长的睫毛 高挺的鼻梁 微翘的下巴 尤其是眼下那颗天然的泪质 精致又妩媚 展现出西域风情 万种的性感美 颜值堪称 是新生代小花中的颜值天花板 比起另外几位老肖 她的抑郁感更明显 五官也要更立体强劲 而且她这种符合少女漫画的长相 同样击中了很多二次元爱好者的心 可言可甜 可塑性极强 更觉得是 她的身材十分漂亮 在内狱中是少有的丰满型美女 比起周围瘦得让人心疼的女明星们 热巴完全不显苦相 纤细修长的四肢 天鹅颈 蚂蚁腰 小翘臀 全身上下都堪称完美 加上在下的衣品和时尚表现力 最近亮相红毯的好几身look 都是名艳动人 风轻万种 秀出凹凸有质的身材 肤白貌美 让人感叹 这样的美人 真的是现实存在的吗 年底红毯扎堆 又到了贵圈女明星们 争其斗艳的时刻 这也是热巴在红毯上 大杀四方的时刻 迪力热巴的造型和风格 都非常的百变 她也一直在尝试和驾驭各种风格 每一年都在寻求突破 打造出了出山及出圈的神话 不光是美丽的造型 同时 迪力热巴的气质气场绝佳 走路摇曳生姿 堪称一绝 动态的热巴比静态的热巴 造成的世界暴击要高一万倍 让不少网友成为迪力热巴的走路粉 而且不仅现代造型可圈可点 她的古装也十里圈粉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她饰演的小狐狸凤秀 娇汉俏皮 摇着火红的尾巴撒娇的样子 实在是太可爱了 今年长歌行中的抑郁造型 也是美出新高度 而近期刚刚杀青的《安乐传》中 她的造型轻力动人 让人十分屈奈 看完了这么多美照 小编想说 丽萨和热巴各有千秋 手心手辈都是肉 两个美女 我谁也舍不得放手啊 个人认为 颜值排行虽然是非常主观的事 可是美不美 也具有客观的一方面 老实来讲 大美女们颜值上的差距并不大 只是各有特点 个人有个人的偏好罢了 而就是这份看似离谱的榜单而言 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比美现场 更多的是关乎各国艺人 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和文化输出力 从这一点来看 韩流无疑是其中最大的赢家 总完榜单 大友将韩国K-pop女艺人榜 全部搬到上面的意思 前面提到 Blackpink四位成员 全部入围前三十 而从榜单前十名来看 也是韩国艺人的天下 Lisa拿下榜单头名 其次是女团 Momoland的出身 李承丽 位列第五 TES组合成员 紫余 荣登第七名 出身自二代女团 After School的林真娜 排名第十 除了在白昂榜前十位耀眼的这四位外 上榜的中国女艺人中 排名最好的宋雨琪 得了第22名 宁毅卓排名第38名 热巴和纳扎前面已经说过了 而最后一名中国女艺人朱朱 已经落在了第87名 或许你也发现了 中国艺人中排名最好的宋雨琪 宁毅卓其实也是韩流的手笔 宋雨琪在国内的活动并不多 但是在韩国女子演唱组合 RDLE的表现却相当突出 来自哈尔滨的宁毅卓 在内地的作品和影响力也相当有限 但是她出身于韩国当下最火的 新人女子偶像组合 ESPA 虽然该等你出道时间没到一年 但是在作品的影响力上 已经能和BlackPink比肩了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热巴拍名 这么靠后的原因 相较于最美面孔 这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模糊标准之外 PC看到的这份榜单的评判标准 供据艺人的国际人气 作为判断依据 但就BlackPink来说 近2018年 他们海外视频的频道订阅人数 便超过了4800万 国内外网人气 第一名的不是明星 而是视频作者李子柒 BlackPink的粉丝 超过李子柒的3.8倍之多 通过三年的国际市场深耕 无论是粉丝数量 还是国际影响力 都远超其他组合 甚至直接秒杀 韩国娱乐圈最红的态词 因此 就这部分来说 Lisa登顶2021最美面孔冠军 其他三位名列前茅 都证明了 韩留在欧美市场的拓荒 成功 再来看看 入榜的其他国家的美女 你就更能明白 国际粉丝 到底偏爱什么样的面孔了 前十名几乎都是西方面孔 除了前面提到的 挪威籍美女 Emily Nering 是第二名 同时她也是一名模特 在许多致命杂志中 都有登场 第三名 Halima Anden 则是首位穆斯林服饰 走秀的超模 其他几位也都是 西方国籍的模特或者演员 不过咱们熟悉的 欧美女星 盖尔加朵 Emma Watson Nata Bertman等名次 却较为靠后 盖尔加朵是 以色列女演员模特 她相貌可人 兼顾甜美和娇媚 还自带及性感冷俊 有神秘的气质 在速度与激情 神奇女侠中 她都是最惊艳的一抹亮色 赫敏的扮演者 艾玛沃特森 在十岁时 就接拍了《哈利波特》 此后 她之前拍摄了十年 她在荧幕上 促造的那个 美丽可爱又机灵的赫敏 是影史上 最经典的角色之一 而多年后 艾玛沃特森 不仅越来越漂亮 还向世人展现了 她知性优雅的另一面 那塔利波特曼 也早早地就取得了成就 十三次开始 就家喻呼啸 影视经典 这个杀手不太冷中 她的经典形象 到现在 还是大家模仿的对象 饱受期待的雷神4 爱与雷电 将于2021年初 在澳大利亚开拍 而她也将要在 雷神4爱与雷电里 扮演女雷神一角 还有六位日本女星 入围前一百 其中十元李美 排名89 小松菜太排好58 太四日记成员SANA 排名第24 十元就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 十元李美 作为各种美女榜 榜上有名的人物 想必大家早已有耳熟能详 另外 加上本次 她已经是第八回上榜了 虽然榜单排名 并没有给予她更多的宠爱 可是这张美丽的面孔 绝对是不能忽视的 小松菜太以高级艳势脸著称 一个国家一个艳势脸 美国有碧梨 日本就有小松菜太 多次也为美颜和特殊的表现力出圈 她是著名的男神瘦割机 她的眼神 总是让人格外的沉醉 不知道这次又有多少人 被这张浓颜迷住了呢 她次日记成员萨娜排名第24 成绩相当好了 在这个女团里 奏起沙下将唇与完美结合的女人 萨娜因其甜美的容颜 被粉丝称为大阪天窦 萨娜的唇是表现在 她可爱的外表 以及甜甜的嗓音 是一个很爱撒娇的小女生 像柴犬一样可爱哦 她越来越的表现 在超强的表现力和身材上 还有萨娜这勤突后翘的身材 更是让人羡慕不已呢 无论这些女明星们到底是以什么理由上榜 其背后的原因都不是简单的美丑关系 说到底 最美面孔不过是一个概念 真正让人能够看出来美来的 还是那份美丽背后隐藏的价值 所以对于这份榜单 观众们大可不必周论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把我们来评论区留言讨论一波 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哦 adan市场 这个大 math 处理 这文贵